他用他最不完美的姿勢 去呈现最完美的表演 练很困难的意志是 他会咬紧牙断一直不断地练习 不断地一直弹一直弹 弹到他很熟悉 我想让别人知道可以走出来是一件快事 走迷路了 好急喔 上学下班时间 捷运站一样涌起的人潮 一样快速的脚步 围棋这天和同学约好 要一起逛街搭捷运回家 小小的个头 淹没在人群里 汤娜已经截肢的双手双脚 要搭捷运实在不容易 围棋不担心一样眼光 只担心自己站住了 车厂里又热又挤 无论是假装没看到还是真的没注意到 总之没有人让错 捷运下班时间几磅 然后被别人撞到 他们也不知道因为假是假 假的 有被撞过 和捷运里的冷漠相比 围棋和同学逛街的啥光 要自在许多 他们就像是守护围棋的小天使 时时注意着他的行动安全 就连吃冰棒融化了 也有热心的同学帮围棋擦嘴 就这样逛商店买东西 是下课后难得的快乐时光 很难想象 他那双行走的腿是一只 他那灵活比划的双手 早已失去了手掌 但围棋并不是每天下课 都能和同学压马路 大部分的时间 他要为自己的理想和苦练 平板四肢失去完整的模样 却不曾折损他想要五出青春的动力 他在学习上面 他反而会更认真 更认真的去吸收每一次上课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上课的当下 那个新的东西他没有学过的 在当时他觉得可能比较困难 可是我发现他回家之后 他练得很轻 他下一次再来的时候 那个东西他就为了 然后我真的觉得他是个很棒的学生 而且很认真 做大的舞蹈教室 围棋的身影更显娇小 靠着膝盖骨支撑着身子 像是个挺立的芭蕾舞者般 散发着他人无可取代的自信 这样的他长时间在地板上跳动 看的人仿佛都感觉膝骨隐隐作痛 那围棋自己呢 就是用跪的 跪的刚好脚又挡 所以我都碰到跳的时候 就会比较痛一点点 可是我还是给这部分跳完 如果很痛的话就只好 就是传呼吸 围棋的妈妈也和女儿一样 认真的在一旁拿起相机 将围棋的每个动作录起来 回家以后还得好好复习 毕竟围棋的每个动作 都不是轻易就能到位的 因为这只手没有什么力气 伸不直 因为这边有瘫痪过 就刚刚这个动作就很难比 或者是那种转圈 用脚长转圈的那个部分 看到了 我喜欢这种转圈 就是那种转圈 是一种转圈的 从区别的发行 我还想到他 就像是大家 多亏两个动作 有很子与你 在这边 远郑 因为 我还想到 手中转部 这个大划 出动 终于 恐竟 对 你 结束后的人生 为其第一次踏出家门 面对的却是自然的异样眼光 一度让他瀕临崩溃 小孩子笑 就说就看我 他就说那时候没有了 我就大哭 因为那时候第一次没办法接受 这个时候 七岁才刚懂事的年纪 就得告别自己的双手双脚 而最心痛的莫过于父母亲 只要孩子能够活下来 他们愿意圆孩子所有的梦 我当初是有跟他讲的 你如果有活下来 妈妈和爸爸我们都会陪伴你 会让你去学跳舞啊 学钢琴啊 只要你想要我们就会给你 结果一讲完 他纵使是昏迷的状态 他一样 那个整个敌味管 就血泡全部跑出来 那我要比赛 没了手掌 少了手指头 钢琴之路 难如登天 围棋却能轻松到来 他说因为我弹的时候 一定按到旁边 我是用这个骨头弹的 里面有一条 一个骨头 我是用这个里面翘 不是用整支 我是用里面这个 有一个骨头去翘 有时弹一弹 不知道怎么搞 流血 围棋的好强与完美主义 让他自己受了很多苦 但他就是不服输 我觉得难道 一定要弹到好围棋 不然我没办法放过去 选择念高职表演艺术科圆梦 更是超乎许多人的想象 围棋在学校 很少因为自己肢体上的 与众不同 而请求他人的协助 凡事都自己咬紧牙关完成 如此特别的一个截肢少女 反而成了同学眼中 独一无二的神灵超人 就是因为他很多东西都是自己来 就是比如说写字啊 讲手机啊什么 而且他之前就写卡针给我耶 我就觉得他不只写一个 他写很多人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很用心 他真的会散发一些亮光 然后让人家去照 他就照亮别人 然后就 对 那种尴尬 并不是每一堂课 围棋都能开心叹育 遇上大动作快节奏的街舞课 为了安全起见 围棋就只能在一旁坐冷板凳 落寞地看着同学跳 心里打着拍子 肢体却不能跟着起舞 内部从心 全写在脸上 不能唱快跳街舞 围棋把所有的心思 都放在乐器练习上 你看 老师哦 对 好 摆招 我自己有一次就是 模仿他弹器 他不干嘛 我就用我的手盃去弹 然后进来弹 我就这样 我就这样子尝试自己去这样弹 我发现到我没有办法做到 而且我发现到我好想放弃 可是当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我觉得我更佩服他 他曾经在我面前哭过一次的原因是因为 他发现到他在乐理上面 他一直没有办法赶上进步 老师有教我 我把他是乱打 他说要慢慢打 因为 冬冬鼓声打出坚毅 围棋想证明肢体残缺 还是能做很多人认为不可能的事 就虽然他没有赤字 可是他去尝试打鼓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以我这个观点去看他的时候 就是说打鼓到他的时候 应该是个很难的东西 可是他却愿意去尝试 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非常的了不起 现在围棋要挑战的还有戏剧 汉同学讨论新戏内容时 他笑得比平常还要开心 一个新的表演梦在心中逐渐萌芽 他想演的是一出生命教育的真实戏码 用不完整的四肢绽放出独特的光芒 连兽行人也被感动 围棋到监狱表演 感化的力量化为一封封真诚的书信 每一封他都仔仔细细的回复 想借着自己小小的力量 点燃兽行人心中的希望之光 正值17岁的窦寇年华 围棋和同年龄的女孩子一样 也爱漂亮也憧憬爱情 但现实情况让他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看到别的同学可能有爱爱 对呀 对我有时候会羡慕啊 你想 想是想 可是要机会来临啊 不可能不可能直接去追求啊 不要提亮啊 不要量就拉吧就好啊 但现阶段让围棋更挂心的不是自己 而是父母 对呀 然后爸爸没有工作他也很紧张 他就说 嗯 这样不行 你 你 你没有工作我要去帮你找工作 他自己会去开始去到处乱问 没有健全的四肢 没有富裕的环境 围棋和家人间紧紧细着的 是彼此真实而温暖的陪伴 尾棋这样之后 让我有一个很很重要的想法就是 人要活在当下 永远无法了解未来是什么 也无法去改变过去的样子 对 那我只是觉得说 我们可以过一天快乐的日子 一如往常的放学 郭爸爸的接送 给了遭受生命磨难的围棋 一个踏实的避风港 他的生命 历经过别人无法体会的大风大落 但是他勇敢迎风启航